欢迎收看今天的想象台湾 我是侯文瑶 现在还在疫情期间 虽然网络直播的节目让人戴口罩 这次的疫情真的改变了全世界的很多的商业模式 在今年大概五六月的时候 你应该有发现到台湾的疫情大爆发 那么也都不能够上菜市场 那也可能买东西都很不方便 避免群聚 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也许影响了很多行业的经济模式 不过你知道吗 就有因为如此艰难的环境当中 仍然衍生出有赚钱的商业模式 到底怎么做呢 原来电商平台 也可以跟所谓的计程车司机合作 今天两位来宾跟各位介绍 第一位我们现在欢迎到的是 专业农业创办人 欢迎杨雅齐总经理 大家好 另外这位是LikeTaste的执行长 陈泰诚 Kevin 大家好 我想先请雅齐来帮我们说说好不好 我想今天为什么特别请两位来 是因为以前如果没有疫情 这种所谓的商业模式绝对不会出现 你们怎么合作 最开始其实就是我们原本在做的东西是 属于两岸做场域开发建设的工作 然后这五年来我们在两岸其实做了300多座 就是跟工厂农场或是市场相关的 然后他可能是从一片树地开始 然后让他打造变成有很多的人潮 可是后来就是一发生疫情之后 其实我们就是手冲的 从旅游业然后到餐饮业就是这些 就会影响到很多的人 他没有办法就是有机会可以 就是像我们之前每次都常跑大陆 然后现在几乎都受到了影响 我懂了 所以其实您是标准的台商 类似 那都把自己的专业服务包括中国大陆 也包括可能包含不同国家 日本 日本 帮他们设计场域 对设计他的企业故事馆 然后或者是他的卖场 所以你也是武汉非疫情家的受害者 可以这样说 整个公司都不能 比如说你都不能出国了 对 那客户都在国外 客户就是交给在对岸的同事 那怎么样的因缘计会会让你现在变成是 在卖蔬菜水果加鲜花 因为我们做的那些观光工厂或是农场 他们其实都有很多的产品 然后刚好他们都是台湾各大产地 因为做得起观光工厂的人 他们其实地方就是他的产能算是很大的 然后他们才有办法就是 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的蔬菜水果都有产销履历 或是有机认证等等 这其实都要有一定的相应的规模 那因为他们就是在疫情的情况下 也影响到他的没有其他的通路 或是传统通路受阻 快送的人他们其实就是能动物流 那些都有影响 然后所以刚好就是Albo哥就介绍了 执行就是LiteC的执行长 就是Kevin总跟我们认识 然后就发起了一个很好的合作桥梁 所以当时是因为你已经很了解台湾 包括北中南东各个地方的场域的特色 可能金山很会卖地瓜类似 或者是彰化很会种葡萄 所以你那个database里面 只要你要做农业百宝箱 你大概就知道什么地方有什么特产 你本来就知道 对啊其实要做一个生意不可能无中生有 一定都要累积很多的经验跟基础 所以那个时候 你就因此跟Lite购物平台 做了这样一个合作 对 所以是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发想 那刚好也遇到这样的一个团队 可以符合你的要求 对而且这生鲜配送最困难的 其实就是物流 然后刚好LiteC有1万多台他们的车队 对 我记得讲这种农产品的配送 很多农会 很多生鲜合作社都在做 在当时疫情很严重 但现在疫情比较趋缓了 但是口罩还是不能拿下来 那个时候 您怎么去PK这么多的所谓的农会 或者是农产产销班 很多人都问我们这个问题 其实农会或是产销班的东西 会成为我们百宝箱里面的一环 但是我们全部都是有筛选的 尤其是我们跟Lite购物平台的团队 他们也有行销团队一起 然后每天晚上就是大家都会熬夜想很多特别的主题 所以这些农产百宝箱 其实他跟一般的人 他可能随便就是组一个箱子 跟我们有企划过 然后他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变化是不一样的 这是到目前为止的状态 好那我换换Kevin Kevin当时怎么应援机会会跟 应该是说怎么跟农产品绑在一起 好所以就回到就是疫情刚开始 就是升到第三级的时候 我们在第一个礼拜就会看到 整个机能车产业其实冲击非常的大 这一次疫情我们就看到 第一个礼拜开始 我们整个平台上面的运量 其实轿车需求量直接掉了一半一项 所以对一般的机能车司机 他们的冲击是非常的大的 那我们就开始看 就是说这次疫情跟去年的不一样 它的时间点应该会拉比较长 那所以我们就开始在发想说 在这一次的疫情 我们可以怎么去帮助这些机能车 我们合作的一万多台的机能车司机 照顾他们的生活 那所以我们就开始去发想一些机会点 那刚好就是看到新闻 其实在那一段时间 我们也看到因为升到第三级以后 其实停课然后餐厅部的内容 那这些冲击 其实冲击到是一般就是农产品的销售 就很多农产品其实没有办法卖出去 那同一时间我们看到是物楼 整个物楼的冷链的需求 其实变非常的高 所以变成配送就出现非常的多问题 所以我们就开始在发想说 有没有办法我们利用我们自己的检测 把这些蔬菜箱卖出去 那所以才开始就是有了这个idea 那我们就开始去找供应箱 然后也在开发我们的产品 那本来我们在做教册的 我们就是很快说在一个礼拜内 就是我们的工程团队就是一个礼拜内开发一个全新的产品 就是以本来的叫车的模式 你本来是叫车把车叫过去 那现在车下面就是已经有蔬菜箱 你叫过去就会拿到那个蔬菜箱 所以一个礼拜上线以后 只是所有的用户都很惊艳 因为他们在其他平台 他们可能就是订了以后 要可能一个礼拜后也不一定能收到 我们是叫了以后 五分钟十分钟就马上会收到 大家有时候会发现 我连衣服都还没有穿好 蔬菜箱已经到了 那意思就是说 透过这样的方式买到的蔬菜箱或水果箱 比跟农会买的蔬菜箱或水果箱 速度快很多 其实我们都做到零库存 因为都是几乎产地值送上来之后 就马上做分装 然后不管是冷链或是冷藏 因为深鲜就是温存都不一样 然后我们都是半夜包装 然后隔天冷链车 就会送到我们在台北出货的地方 等于是说产地的货源您控制 配送的地方您控制 所以原来Kevin本来在Lag Taxi的部分 您就有上万个Taxi driver跟你们合作 在那个时候您就有想过说 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Taxi的生意就变得很差 那时候就已经在动 所谓的蔬果百宝箱的脑子了 我觉得第一个我们想到的就是 就是蔬菜箱这一部分 因为就是那段时间我们看到 其实大家都不太敢去 就是市场 所以其实我们就会觉得 其实卖蔬菜这件事情 会是一个就是未来一两个月的 一个很大的需求 我懂了就是解决问题的概念 因为您要解决的是Taxi driver 生意下降的问题 那您要解决的是 你有很多亲朋好友 种了很多寒籍 种了很多柚子 那很多花是不是 很多菜 然后可能都会有滞销的问题 因为疫情发生之后 有很多的蔬菜水果 真的没有地方去 因为学校没 营养午餐没有 然后大家不敢去买 之类的 所以都是解决问题的概念 所以解决问题 可以真正让这个商业模式完成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它的优势除了时间快之外 它可以优惠多少 可以举个例子吗 优惠多少 如果单一 比如说去跟市场比的话 就是很难就是说去单向 单向是怎么去对照 可是像您就是右手边看到的这一整个区域 它就是我们的百宝箱里面是最早 就是我们推了13 14 15样 就是它会送一样辛香料 分成叶菜类 对叶菜类 根筋类 然后菇类 根筋类指的是 根筋都像 对番薯啊 对青椒也是 然后瓜果类 青椒属于瓜果类 然后还有丝瓜等等这些 姜 然后还有 姜是后面我们都一定会附一包辛香料 因为很多人就是他煮菜的时候要左胃 这个是辛香料 对对对 然后那是属于附赠的 然后其实就是对于他可能要自己出去买 然后要挑选每个不同的 其实等于都已经帮他组装好了 你可以告诉我这样一箱多少钱 这一箱我们其实在上面只有卖700块 含韵 那真的利润不高 对啊 因为你看光光这些蔬菜水果也还有鸡蛋 对不对 这个不是吧 这个麻辣也是不是 这个是火锅煮 这是蔬菜香的变形 就是洋葱 马铃薯 这个这时候应该是聪明的精打 其实妈妈就在开始算了 洋葱两颗 红萝卜两条 玉米笋 鸡蛋 鸡蛋一盒两盒 一盒 好那拿掉 然后这个是什么 青椒 对 这是什么 秋葵 丝瓜一条 那这个是 菇类 菇类里面都会有两种 菇类会有两种 会有一些不同的 这里有两个菇 所以你说这样加起来没有漏掉的东西 13样 13样 然后加一个新商料 再加一个新商料 卖700块 然后包含所有的运费 应论大概到多少左右 这是一成啊 因为我们还其实还有很多人事成本啊 然后还有包财 耗财等等 所以你只赚70块啊 有时候可能不到 因为台风天的时候就是我们几乎都是做服务的 那你怎么要去帮他做不同的调配 意思就是说假设 丝瓜可能来自于台东 假设 那金针菇可能来自于新社 台中新社 那你总是会有一个产销 集货点吧 你因此要成立一个产销集货点吗 我们没有 就是我们其实在大西有一个集散的点 就是有一个农场 然后作为集散的点 这个也不是 这个如果平时没有耕耘 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可以出现 你所说的集散点是一个前置仓的概念 有一个集散仓跟前置仓 这样观众没有看到清楚 来 请说 他订购完之后 他其实会有所谓我们说资讯流跟金流 他就在线上产生交易 选择他想要的不同的箱形 然后他产生交易之后 他就会有订单在上面产生名单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晚上的时候 把这些品项备好 隔天就会透过Tasty 然后送到他们的家 所以你跟你的工作人员都住在这个置屋 这个前置仓里面 没有 我们几乎没有睡觉 几乎没有睡觉 对 因为那个时候疫情大爆发的时候 我懂了 他会说没睡觉的原因是因为 可能丝瓜来自于刚刚说台东 然后那个菇可能来自于新社 那你他可能半夜 蔬菜会送到你那里去 对 因为很多蔬菜都是半夜送到什么集散地 什么环南市场啊 什么一堆 那他就会有一车送到你那里去 然后你就变成第二个环南市场 负责帮大家把这些蔬菜把它分装好 还是要连包装都是自己做 对 很多都是包装都自己做 连包装都自己做 对 哇那真的是农工 现场来的人都有包过 都是农工 然后你才赚一成 对 也是啦 如果价格没有很有竞争力的话 大家还是会比较 对啊 尤其现在网络其实非常透明 对 就是你如果卖的太贵 或者是跟一般的所谓的农会 或者是产销合作般的价钱差太多 你可能也很难卖的出去 所以没睡觉 然后都在这个集散地里面 除了集散之外还会在我们办公室 因为大家也会做很多企划 但是就做这些东西 他其实还要经过大家的脑力激荡 从企划拍照 然后写文案 对 然后还有上架 包括可能要有一个专业浓的袋子是不是 对对对 就是很多包装的采购 不容易耶 这赚钱真的很难 还可以啦 还可以的意思就是 如果一箱700块砖一成 卖个一万箱其实就可以了 对啊 而且会就是听到很多很好的回馈 怎么说 像比如说我们就是全部包好之后 我先讲我们前段后段 由Kevin总去讲这些司机的事情 就是像我们帮助很多的农民 他们就是原本卖不出去 像我记得有一次就是 这次有很多我们就是卖的不同的箱形 然后其实推的很好的 听说你有这么多箱 我来帮你拿好 好 然后你看第二排的最左边 第二排的最左边 就是这个芒果香 其实是我们跟 这个芒果香 对 芒果香是五六月的时候吗 对不对 对七月 七月的时候 五六月七月的时候 现在芒果没有了吗 对 很少就是到尾声的芒果 所以在 这是属于季节限定的水果 对 但是 这个芒果怎么那么多种品项 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个 上面我们标题有列一个 其实从综合水果 主题水果 然后一直延伸到这种 有农产科普跟食农教育的概念放到这个箱子里面 所以它有很多种像比如说爱文 然后黑箱 然后或者是像玉皇 金黄 然后还有玉文等等 我们用了六种芒果 然后在这个百宝箱里面 所以收到的那些使用的用户都非常的感动 然后还会在他的 就是在他的IG上面分享所有芒果的做法 这的确是你们的创意 因为你们把水果香给分门别类 而且分门别类当中又做出不一样的变化 像这个 雪蜜桃香是 哈密瓜 哈密瓜 我讲错了 雪蜜桃香 哈密瓜香 那哈密瓜香可能还分不同的品种 概念在这里 对 所以你真的是第二个缓难市场 算是吧 我们可能是那个收购百货 这是比较高级的超市 对不起我错了 是收购百货公司底下那个 Jason是不是 那个Jason那么高等级的 那我懂了 我们不要 因为我们全部都是挑选过的 而且很多还洗过擦过 但是价钱没有像Jason那么不轻人 可以这样说吗 好 再会凹过来 所以这是很特别 你看这是蔬菜 那这个是季节性的主题水果香 对 我懂了 这个季节性的主题水果香 就代表有芒果啦 有水蜜桃啦 有哈密瓜 有梨子这些概念是一样 对 那这个是火锅 就是蔬菜香的变形 我懂了 刚刚有这一包这个 对 等于是说你有蔬菜 那么附上一个火锅的汤底 又是另外一个产品了 好 那这是什么 这是水果 对 这是 就是不同国家的苹果 苹果 这苹果控卫很喜欢 梨子控卫很喜欢这个 梨子非常贵 然后客户很喜欢 它是特殊的宝岛甘露梨 甘露梨 前阵子我去市场的时候 他说来这颗甘露梨 说一条三百多 差不多吧 对 他们说非常好吃 但我还是没有买 但是台湾的农产品真的厉害 没关系可以先预购 然后明年再请那个 Tasty配送到家里 不错 现在就开始做生意了 不错 不过我相信 只要能够配送的话 它的品质 你们一定要控管 因为如果今天你们 没有算清楚 那个新鲜的时间 到时候Tasty也白做工 然后消费者有整个退货 对不对 蛮特别的 那这是什么 西瓜 就是有普渡水果香 跟夏季水果香 这是普渡水果香 对 有西瓜 有火龙果 有奇异果 有离子 那这是柚子 现在这个最夯咯 这是世界烟包冠军 世界烘焙冠军 那个王鹏杰师傅的蛋黄酥 然后我们就结合了 各个不同的产地 像赫钢 斗六 麻豆 这些不同的柚子产地 然后让用户可以在 他收到这个柚子香的时候 吃到不同产地的不同口感 其实我待会很想问问看 那个Kevin 因为Kevin 我知道他是香港人 他如何来到台湾创意 这也是一个故事 那花的故事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花的故事蛮有趣 因为其实我们蛮幸运 就是跟奇奇合作 因为他一直有一些很创新的 idea 给到我们就是我们的 我们在整个Line Taxi上面卖的产品 产品就是越来越丰富 他不能没有创意啊 没有创意 一定要发展不同品项才能赚钱啊 不然一个才占70块 才赚一成太少 对 然后就是我觉得 我们一开始没有想到花 但是有一天就是同事就订了 应该是 樱桃 樱桃 樱桃这里也有 然后里面就发现 盒子里面就是有一朵花 然后上面写了纸条 然后我们就看到公司里面的同事的群主 都开始说 我好久没有收到花了 那个女生会雀跃不已 对 意思就是他订了一个樱桃香 明明只是要拿樱桃水果 竟然里面附了一朵花给我 那就心花怒放的概念是这样 对 然后就是每一个盒子里面 就是还有写了一个小纸条 都是雅琪他们就是用手写的 难怪他们都不睡觉 还要包水果包菜还要写卡片 手写的啊 对 不是今天被闹出来那种 不是 我们本来以为是 就是每个都看的差不多 但是不是 都是每个都是手写的 那应该不是都他写的 应该有很多他的员工一起写的 应该也是试证 然后我们就开始看 就是我就开始 就是请教雅琪 其实花的这个产业 现在状况怎么样 其实花的产业也是被 疫情冲击非常厉害 因为其实本来很多活动 就是婚宴都需要用到花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其实花也是 有一个绩效的状况 对 而且也无法出口 对 所以我们就是有一天就说 那我们来试试看 就是做一个花一项 就开始了这个 就是在我们平台上面 就是卖一个皱化的一个概念 那开始以后就是 我们也发现 其实雅琪的团队也非常的专业 那其实很多花 譬如说玫瑰好了 它是需要先做一个除刺的一个动作 真的是变农夫 对啊 包菜 然后分菜 连花还要帮玫瑰花除刺 对 可是技能车司机大哥很开心 他觉得他都在开花车 很像理车 他自己在上货的时候 大哥都很爽 那个理车是那个理车 没有 就是送花的车 开玩笑了 就是车子里面香香的概念是这样 对 意思就是说我不要 不要去接送那个身体瘤悍臭臭的客人 你可来送花是这样吗 对 我们也看到一些用户的回应就是 以后就不靠老公送花了 就是靠Line Taxi就可以收到 很不错 对 整个车子都香香的 真好 而且收到的人 一定都幸福的不得了 真的 所以也就是因为如此 你又create了另外一个 花的专业花香 我们已经出了10个礼拜了 那花怎么样做变化 或者是它的主题怎么做变化 或者是 你们锁定是什么样的客人 其实我们有发现 Line Taxi上面的用户 都是比较有质感的 然后其实他们不怕花钱 但是他希望他收到都是 非常有经过 就是你其实是有精心挑选 或者是有特别意义的 因为你看你包括连水果都有主题 芒果一个item 对不对 苹果一个item 柚子一个item 然后这个是花面罐一个item 那花我就很想 你的主题怎么设计 花我们都是 每一次的主题会有不同的颜色 然后会把脉轮 就是一个人会喜欢蓝色 喜欢绿色 因为像现在不能够出去 然后因为疫情在家 所以也许你在家也可以感受到 有那种碧海蓝天的感觉 然后所以就是喜欢蓝色的人 他可能是比较情绪稳定的啊 或者什么 然后我们就会出那个小卡 然后会先拍一个照片 然后让他收到花的时候 可以跟着这张小卡上面的花的照片 就是他可以跟他临摹 然后他也可以用他自己的花意 然后去DIY 其实我就很好奇了 因为假设我要买花送人 那我在你的平台当中 有什么样的花可以挑选 我们都是每周有不同的主题 把它安排好的 哦 你也带了一束花来 对 那个花是什么样的主题或什么样的小丝啊 这个花的主题其实 这个花的主题就要现场看齐董怎么发挥了 是这样吗 这个花的主题其实他就是用了十方花轮 就是他都是采用圆形的花 去做成他整个里面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是下一周 他其实没有白色的 只是我们这次要来的时候特别 想说主持人是男生 不要太整个太红 不用太 这束花要送给我哦 对对对 谢谢 我懂意思就是说我懂了 下个礼拜就是针对要送给男生的花 如果说以某一些情况会有 像我们有推出父亲节的花 然后也有情人节的花 因为我们没有特别把那个题目 把那个照片拉出来 对 我为什么这样问的原因是因为针对母亲节 一定是康乃馨为元素 对不对 那父亲节什么当元素 也许我本身不太懂花 但是你们设计上面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对 那就像你说这个要送给我的 就是不能够太 太太花俏 对 好 然后但是呢感觉上拿起来还蛮对称的 好那我收了谢谢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要看消费者 到底需要什么或者是喜欢什么 嗯 嗯 花奖完了 那再来的话 应该这一张包括所有你们的创意都出现了 对 还有下一步吗 有还有甜点 甜点 你也要做甜点哦 我们的甜点就在蛋黄酥 然后Taisy每个下午都有那个鸣店 鸣店的甜点 真的什么都都要做 也可以由那个凯分总说一下 好他要cue你了 对凯分他要cue你了 甜点在哪 今天有带甜点来吗 甜点那个因为会有保存期限 所以都在就是每天都快送 那甜点透过您吗 甜点都是由鸣店 直送 哦我懂了 就是他要跟不同的人合作啦 对不起要继续说 就其实我们就是开始了就是农产品以后 其实就开始看到 其实用户对于就是马上订马上受到的虚众 可以接受 他其实很喜欢 因为他们在 我觉得疫情期间就是整个物楼是大赛车的 对 所以你要网路上订的东西 你可能就是要隔几天后才收到 对他是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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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里面 完全没这个问题 对因为我们就是直接货已经在计程车上面了 然后他电影就马上会收到 哇 所以我们就开始看到 除了就是素菜以外 其实大家宅在家里就是会需要什么 就是甜点去疗 疗愈一下自己心情 而且甜点比农产品更不会有所谓 坏掉的问题 可以这样说吧 我们合作有很多甜点 我们也有包括冰淇淋也有去配置 那冰淇淋就要装冰袋了 对 然后要放那个是干冰是不是 干冰也有 还有呢 我们有蛋糕也有 蛋糕 饼干也有 然后就是冰淇淋 然后我们最近其实有跟台南的卷伟家做了一档 就是冰淇淋的三明治的一个合作 为了中秋节做的一个礼盒 像冰月饼概念是一样 对 差不多就是饼干包着冰淇淋 对 然后我们就是用计程车来去帮他们做配送 那这个是算是一个就是 就是冰淇淋的首次的一个就是线上的快闪店 因为包括这些食材一定是要民店比较跑得动 对不对 因为如果以蔬菜水果来讲的话 雅琪专业农这边就是他的品质确定好 那其实消费者会持续的定 可是如果以甜点来说因为没吃过又怕吃到地雷 所以民店是最快的 对 然后我们其实还有合作一个叫网路上蛮红的 叫胖死我太太的一个肉桂卷 胖死我太太 胖 胖 不是 可爱胖 胖 就是那个小胖土是那个胖是不是 面包 胖子的胖 胖子胖 胖子胖太太肉桂卷 肉桂卷 肉桂卷其实喜欢你会很喜欢 对线上就非常红 然后就是大家实际上要网路上订 也订不到的 那其实我们就是跟他有一个限量的合作 然后基本上我们在我们平台上订 我们一分钟就卖完所有的 就卖完 因为他基本上要排队也不见得排得到 那因为你们跟他们合作 其实如果以这样的店家他们其实也喜欢 等于是说他每天可能就做这些量而已 对 我的人手就这么多 我就全部offer给你 他也不用去面对万一可能来的这个所谓疫情的足迹 他只要负责供货给你就可以了 对 那利润他愿意跟你share吗 就会有一点点利润 对 但是其实我们主要是希望通过这个合作来 带给我们就是进行车司机的一个收入 对 对 所以其实我们大部分都会就是把那个利润都会让给我们 我刚很直白的问奇董说那他做蔬果 蔬果花对不对 然后还有包括火锅香 然后甜点香好像就是属于Taxi这边了 他大概会再推出不同的不同的item出来 他刚很明白也有点被我逼问出来 就是利润大概是一成 那您这边的利润大概多少 其实也在差不多的水平 那我是Taxi Driver我的利润在哪里 我怎么算这些钱 其实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希望保障我们的合作的 进行车司驾驶是稳定的收入的 所以我们基本上在疫情期间就是会 用一个时薪来跟他们合作 时薪 对 就是说他们可能帮我们配送大概两三个小时 对 那就是我们就是每个小时附他一个固定的一个厕置 意思就是说假设我今天又是Taxi Driver 我说好我去专业农的那个送20箱 对 20箱 那我钱怎么算一箱多少钱吗 还是说 刚刚说小时是指的是 意思就是我这20箱 假设我三个小时全部送完 我就领三个小时的钱是这样吗 我们有就是类似合作模式就是基本上我们 譬如说我们通常都会一次过预约司机大概三个小时 对 然后我们可能每一个车就会放大概10箱的蔬菜箱在上面 那用户定的时候他就马上送过去 那通常都会在两三个小时内就会卖完 对 那但是我们都会固定就是付他们就是这个三个小时的钱 那如果他超过的话就是如果是他要送到大概四个小时 那我们也会就是补贴给他 那平均一个小时可以Taxi Driver可以拿多少钱平均 我们都是放在大概300块左右 等于是一个小时300块的时薪 包括他的油钱 那如果这样的话在台北市区很精华地区的话 其实应该会很快 对其实所以我们有时候合作像其实有些司机说 今天就可以提早下班了 因为他一个半小时就要休息了 一半小时就买完要送完 对 那而且如果你们特别调离风时间的话 他们可以赚更多 他尖风时间他可以去跑车 那离风时间来帮你们送东西 对其实我们现在都是针对离风时间跟他们配合 所以我们的开卖时间就是有早上 蔬菜箱会是11点到2点左右 对这是离风时间 下午茶就会从3点开始到大概5点左右 因为大概7点到9点跟5点到8点 都是最尖锋的时间 对 的确这是一个疫情底下 大家彼此都双赢的营业模式 好 待会我要请两位来宾讲更多 不过我们来看一段这段影片 我知道是赖开西跟专业农 我们一直做了一个动画 这个动画当中其实就已经回顾了刚才 我们大概已经聊了快30分钟的内容 我们来看这段影片 我们走过的地方都会留下一片春天 离不开地方也离不开土地 场域经济带来改变世界的景况正在发生 疫情的影响下 台湾人的生活景况也正在改变 因此专业农合赖购物 合作推出农产百宝箱 市场清书清果直接供应到你家 今天订明天Lexy急送到复 在家买菜教室共同抗疫 农产百宝箱 让民众以更安全适宜采买的方式 为摊商和产地农民建立数位通路 同时帮助受疫情冲击的运降 找寻过度时期的出车生机 且每一样商品 在出厂前经过紫外线吞腔消毒 副产品则任险 继承车运送防疫风险也层层法官 在家也能吃得安心 在我们的平台上 也会陆续分享各优良产地直送的故事 除了商品平行面的供应外 更加深各产业垂直面的加成创新 在市场看衰之时逆流而上 推动地方重新牵起的城域大理想 跨领域 跨城域之创新生态 未来我们也会继续以辞重形式 推出更多不同形式的百宝箱 其实我们是播这段影片 让两位来宾稍微休息一下 这个直播的节目 其实要做一个小时之不容易 不过今天两位来宾也很用心 我们想多多跟网友来互动 今天专业农这边 好像待会儿的影片大家看完 请大家在脸书下面留言 要留言嘛对不对 然后要分享 那到时候呢 这个节目会在 明示台湾台也播很多次 预计大概在9月底左右呢 我们要抽出 专业农的蔬果香10位 然后要送给留言跟家分享的网友 那我可不可以请问 这个蔬果香大概会放什么东西 不然让你赔太多 但是我们想知道会送什么东西 几乎都是我们现在有的香型 就是蔬菜香 然后还有像金山番薯 然后还有像就是火锅香啊 然后当季的水果香 反正就是通知 你已经留言跟分享之后 会通知你可以领的 因为到时候也要问说 你送到哪里嘛对不对 那送一定是赤士送嘛对不对 那也是应该是一天之内 可能就收得到了 很快 就这样就收得到了 那您刚刚刚你讲到金山番薯 所以番薯也可以成为一个品项啊 对就是根莖类会有 番薯啊马铃薯啊这一类的 所以特别喜欢根莖类的朋友 说不定拿到一场是非常沉重的 专业农的根莖香 对 OK好这是期待大家好消息 留言加分享 刚才我有特别跟Cabin问说 因为听Cabin的口音就知道 他不是像我们这样 这个都在台湾的 在香港 从香港来的 从香港来台湾多久 我再来了五年多 那当时你来台湾是 是因为很多现在的状况 是很多人觉得香港 因为被一些影响到 想要来台湾呼吸更自由的地方 是这样吗 我觉得是 以前我在美国工作的时候 其实我认识了 我现在的一个合伙人 那其实我们就认识以后 其实一直有在讨论说 就是希望以姚依齐来创业 那到大概15年的时候 我们就申请了一个 一些创业加速器 叫AppWorks 那我们就 我就从香港那边来 来这边参加这个创业的加速器 那它本来是一个半年的一个计划 那来了以后 其实就觉得 这边生活还是蛮方便的 然后蛮开心的 那其实就是也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创业的环境 所以就一直带着 那到大概17 16年 到17年初的时候 我们就创办了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 轿车平台的前身 叫TaxiGo 原来为什么您可以有 1万多个Taxi Driver 在您的平台里面 是因为您很多年前 就以Taxi Driver 为主要的服务对象 对就是我们一开始 就是希望做一个 轿车平台 轿车平台 像Uber一样类似 对类似 其实我们就是希望 就是帮助台湾的 机车车产业 进行一个数位的转型 那其实我们看到 只有国外 其实在这类型的 轿车平台是 发展的很快 连中国大陆都很厉害 在这个Taxi的部分 对 那其实我觉得 那个时候看到一个机会点 是一般的机车车 在这一块的数位转型 的速度是比较慢 对 那我们就希望 就是投入这一块 然后帮助这些 机车的驾驶 可以比较快 做这个转型 不过Kevin 我自己在观察 我偶尔也做机程车 我觉得台湾的机程车司机 到目前还没有 百分之百数位转型 还有很多好像 速度慢了点 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 这一块其实就是 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教育 那还有就是我觉得 年纪也是有一个 因为其实普遍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些产业的驾驶年龄 都是比较年长一点的 台湾是这样 那国外是这样吗 国外的话 其实我觉得会平均一点 对 为什么会这样 台湾为什么有这个状态 你有没有分析过 还是你不还是讲实话 其实这一块 其实我觉得是 没有一个特别的原因 我觉得是 台湾的状态就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这一块 其实我们也有投入蛮多 其实我们现在的驾驶 其实也会有一些 比较年长的 但是其实他们需要的是 比较就是一对一的一个教育 比如说你就是 就是我们的招募的人员 其实就会跟这些大哥一起聊 就是说一起帮他安装好 然后叫他们就是一步一步的 走一遍或走两遍 那如果不行的话 再叫一次 他们其实也是愿意的 对他们其实会希望就是学会这些东西 对 那但是教育的时间会长一点 但我觉得这件事没有关系 那其实我们也看到一个趋势是 比较年长的一群的驾驶们 他们其实你花足够时间教育他以后 他就习惯了 他就习惯 习惯以后其实他的黏着度是非常的高的 他会持续去用 他的黏着度高 意思就是他纯粹只在LagTax里面 他不会跑去别家 对他们其实对整个平台的忠诚度是很高的 因为其实他要重新再学习 对一个平台 其实他的他会需要重新去学习 那对于比较年长的驾驶来说 他们其实意愿度就没有这么高 那你们会绑这些Tax driver吗 就是说你只能在我这边 不能在别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检测这个是 本来就是一个很开放的一个市场 所以不会绑 其实主要除了平台以外 他们还有就是路照乘客 还有他本来就是经营的一些客户 所以其实我们的角度 还是帮助这些驾驶 增加他们的收入 其实还是我们的创办这个公司的一个初衷 所以听您这样说 真的也让我们台湾的计程车产业upgrade升级了 如果最早你没有想要做Taxi Go的话 可能台湾的计程车产业不会upgrade这么快 我觉得我们有改变了这个生态 那其实我们也看到 其实我们现在整个合作的驾驶 有一万多台 那我们在我们其实有一个 一直在推动的是数位支付那一块 数位支付 因为其实过往的话就是大部分还是用现金 或是用又有卡 但其实很多驾驶对于这部分的接受度没有很高 因为他们其实对于就是要装很多机器在他的侧上面 这件事情他会觉得有一些困难 然后他其实也不希望装这么多机器 做机车车那数位支付超多的那LINE有LINE配有Samsung配有台湾配一堆配那这些根本没办法整合 对机车司机他当然不愿意配合 对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些都集合在我们的APP上面 那其实对于机车车司机来说就很简单 他结账他就不用管那些后面就是用户用什么支付 他就已经绑定在我们平台上面了 所以说我们在一直这进步 其实现在用户到达他的目的地 他就直接可以直接下车了 就是会直接做一个自动的扣款的东西 所以付钱用LINE配付 对就是我们有LINE配也有信用卡 但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平台上面的九层的用户都是用电子支付来付 用数位支付来付 所以我下次其实只要用LINE配是一定可以付 应该说假设我坐鞋车车 我坐上他了 但是我不是通过LINE配叫的 假设我在路边这样随便叫 我能够用LINE配支付成功的机会 应该还不高吧 目前 我们其实也就是有开发一个工具 是一样你如果做到这个台阶检测 不是轿车的话 其实你可以在世界APP上面扫一个QR Code 他就会把那个付款的连接给你 所以你就可以还是可以用LINE配付款 不过对消费者来说 要能够希望更方便 还需要很多多方面的大方的整合 对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我们 一创办之后 其实我们就有做了一个选择 我们要做一个APP 还是我们用LINE的平台来去开发这个 推动软件 结果你们怎么做 我们就是在LINE下面建立一个官方账号 然后让消费者直接加这个官方账号就可以开始交测 所以这个是我们从2017年开始的 那时候其实LINE也有提供很多的资源给我们 那他们也有一个预成的计划叫Protostar 那其实也是一个就是LINE会提供一些新创公司一些平台上面的资源 什么样的Star什么新 Protostar 新星计划 新星计划Protostar 对 然后这个计划其实他们就会让我们可以免费使用他们的官方账号 那通过这个计划其实我们也有跟LINE的很多同事一起合作 然后他们也给了我们很多技术上的一个资源 所以到合作了大概两年左右 我们到2019年底其实就有跟LINE就是正式也合作 然后我们整个平台就更名为LINE Taxi 我懂了这个Kevin他是从香港来台湾参加创业的program 之后呢在台湾强力的Taxi Go 当时呢其实就以Taxi Driver当作是主要的服务对象 那后来就跟LINE合作 那从此就进入成为LINE里面的一个branch 我这样讲也没错嘛 然后到目前为止呢 LINE的这个入口平台当中就看得到了 对所以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其实在我们的 这个是LINE的界面 大家很熟啊台湾都用LINE啊 就是2100万人都会有的一个界面 几乎都有了 我们在LINE的主页里面 就可以点选打开LINE Taxi 你不用下载任何一个APP 你打开现在打开LINE 就叫车了 就可以叫车了 以后我直接就叫LINE Taxi好了 不要路边叫 一定要的 很方便 无接触 好 齐总我刚刚有很清楚的问了Kevin 他为什么来台湾 跟现在他怎么创造台湾不同的经营模式 那您刚告诉我说您做了场域经济 对不对 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 你也没办法飞出国了 所以呢你就开始深入走农产品这一块 但我觉得你的创意无限 你不会只单做这一块吧 还有做什么 其实我们还是一直在做场域建设的工作 因为就像比如说特色小镇啊 康阳基地 我们在台北医学大学 就是正门口进来的左边有一个军卫楼 大概也有就是白平的空间 然后里面其实我们就做了很多农产品的变形 包括就是一些酵素气泡营等等 然后所以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开始 就是我们自建基地 除了原本我们帮别人规划 然后接下来开始 我们就做了几个我们自己的基地 等于是说你拿台湾的农产品 要衍生出更多延伸出来的产品 对就是不同的美好生活啊 然后自创品牌 或者是跟不同的产业合作 就是目前因为你掌握了整个台湾 这么多农产品的通路 农产品或者是就是工厂相关 对 尤其在观光工厂类别 他们其实很多观光工厂 他虽然是叫工厂 但他们很多是大农业起家的 然后所以我们就是在这样子的客户很多 然后再来就是保养品相分 尤其在香药草上面 也就是我们对于周花很熟的原因 就是对于花的品种 还有花如何去造花海 然后就是提炼变成它的 可能是蔬果心结液 然后或者是各种的相分产品 也对耶 因为全部是以台湾农产品当出发点 可以这个服务新鲜的 也可以思考怎么样去做加工 然后呈现出不同的产品 对 我觉得最感人的是 我们之前在两岸做项目的时候 大家都会为了节庆然后做花海 然后每次花海就是几百万人民币 然后你可能一次节庆 它只是放个烟火就没有了 后来我们就把花海产业化 所以就是在做这些花海的时候 它有很多可能原本的叶子 或是它的花瓣那些 它可以经过提炼萃取 然后变成不同的就是相分产品 Kevin你想一下 待会在一分钟最后节目就要结束 你有什么要没有讲到 你补充一下齐董 另外就是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定会比较就是当年你跑国外 然后台湾算地方比较小 市场没那么大 那你怎么看台湾这样的未来 我觉得台湾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经济体 只是说在线上线下怎么去发展 因为我们以前这十年来 就是很擅长就是在线下 可能我们做一个观光工厂 它一个礼拜六就可能有起上百台游览车 那上百台游览车每一个人的人均消费大概在五百块 其实每一年每一个厂子 它可能就可以创造亿万的产值 那也不错 台湾的经济 台湾的国旅的产值在这里 对 所以其实台湾人应该要对自己的地方有信心 对 要支持台湾自己本土的产业 这是你要给我们的结论吗 对 好 那Kevin请 我觉得就是这一次就是疫情就是通过跟亚企业合作 其实我们真的学习到很多就是在本土经济上面 其实有很多发展的机会 对 然后其实我觉得也通过这个疫情 我们也就是做了很多去帮助不同的农民 或是机车车驾驶的一些 所以希望就是各位观众可以多支持一下 就是专业的那种还有PineTaxi 谢谢大家 所以我们就 我刚刚一直都 可是我还是看不到